今天我們來到Ginza的Museum 為什麼我們要來這裡? 因為Sicco的Astron GPS Solar的換錶 是精工第二次精準革命 我們想多點了解究竟這隻錶是怎樣開發出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Sicco在Ginza的Museum 我們去找找 我們大家一起進去看 Sicco精工的Astron是世界上第一隻GPS太陽能的換錶 它可以透過四顆以上衛星的訊號 去掌握配戴者所在的位置 如果你想Menu這樣去控制的話 你只需要按一顆鍵 就可以調整到你當時的時區 而且它不用換電池 幫來提供所有換錶需要的能量 這隻錶的出現 與Sicco的創辦人 福布金太郎先生 永遠要領先別人一步的座右銘 有很大關係 福布先生 他有東洋中錶之王的稱號 在1881年他當時還是21歲的時候 他就創立了這個福布的換錶店 主要是幫人維修一些座中 或者是代表的 去到1895年 當時他的公司製作了第一隻Pocket Watch Timekeeper 去到1899年 福布先生去了歐洲和美國去遊歷 回來之後 他就引進了這個世界級生產的機器 他覺得他需要在日本製作所有中錶所需要的零部件 雖然當年Pocket Watch還是主流 但福布先生已經很明確地知道 碗錶的時代已經來臨 所以他就開始研發自己的碗錶 去到1913年 他就製作了日本第一款的碗錶 叫做Lorel 這隻碗很小隻 26.65毫米 福布先生很喜歡跟他的員工說 你不要跑 但是一定要堅持 做事不要三分鐘而到 福布先生的繼任者 他們以這個永遠要領先別人一步的理念 作為定立這個策略的一個基礎 去到1958年的時候 精工就已經能夠生產這個石英鐘 石英的技術的精準度 是遠遠超過當時的機械技術 但是問題很大 這個石英中有整個文件貴這麼大 不過精工就已經把石英定了 是他們將來主流技術的方向 還加入了很大的資源去研發 去到1960年代 精工就已經可以使用這個石英的鎮瓶 代替這個機械錶裡面所用的油絲擺輪 大部分石英錶裡面的石英頻率 都可以達到32768Hz 相等於每個小時的震動次數 差不多有兩億三千六百萬次 很多朋友都知道 你的震頻越高 這錶就越準 所以這個石英錶 比機械時計的準確度高超過百倍 去到1969年12月 精工就發佈了全世界第一隻的石英錶 Cross Astron 35 SQ 它的精準度可以去到每一天 正負0.2秒之內 而當時就將機械放在一個 基金的錶殼那裡 賣45萬日元 當時可以買到一部車 Cross Astron的出現 就牽起了一場 70年代來自東方的石英革命 都是當年嚴重地打擊了瑞士製錶業的 他們叫做石英風波 除了第一款的石英錶之外 精工還創造了世界上第一款的液晶體跳字錶 世界上的第一款女士石英錶 以及世界上第一款的石英計時馬錶 這也是印證了福浦先生那句 永遠要領先人家一步的精神 四十幾年之後去到2012年 精工又開始第二次革命 和1969年的Quartz Astron一樣 精工利用了兩種現在有的技術 就是GPS的衛星定位 以及太陽能的技術 它創造了一隻叫做 Astron GPS Solar的換錶 這隻錶是用光去提供成隻錶所有所需要的能量 可以接收衛星的訊號 在全世界每一個時區都可以用原子中的精準度 去顯示當地的時間 原子中的精準度究竟是一個什麼的概念呢 它可以精確到每十萬年 只有一秒鐘左右的不差 這款錶也都成為了電子手錶的一個新的標準 它將準確度提升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新水平 Astron GPS Solar 是可以完成兩種不同的任務的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都可以接收到美國國防部 准許給民用的衛星的訊號 不少於四個的衛星訊號 就可以確認這個相關的經度 緯度、高度的訊息 讓我們很準確地知道 那個換錶代表者的當地的時間 它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不需要更換電池 因為它有最先進的太陽能充電技術 最新GPS Solar 的系列 叫做Mix 系列 是可以顯示這個兩地的時間 是最新一代的技術 它裏面有最新的衛星接收技術 以及太陽能充電的技術 以前早代的GPS太陽能碗錶很大隻 有47個毫米那麼寬的一個錶殼 所以比較瓦炸 但是有了這些新技術的天線 以及這些新的太陽能充電的技術 現在新的GPS Solar 碗錶的尺寸 已經變得跟普通的錶差不多了 它的闊度只有42.7毫米 而厚度是很薄的 12.2毫米 加上它是用了這個鈦合金來做它的錶殼和錶鏈的材質 還加上了這個精工很出名的超硬的導膜 這個鈦合金比這個不鏽鋼輕成40% 同樣堅固 所以整隻錶連錶鏈的重量只有105克 帶起來是比較舒服 這隻錶是可以防水100米 基本上你所有活躍的生活節奏都可以沒有問題 最先進的GPS太陽能的機身 5X53 每一天都可以接收兩次的GPS訊號 所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顯示正確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想手動改變的時區 只要你按一顆按鈕 這個指針就會很快速地調整正確的當地時間 還可以識別38個世界上的特定時區 可以自動調節這個下令時間 即是Daylight Saving Time 你是不需要擔心的 如果我們想調整由東京到紐約的時間 中間總共有14個小時的時差 如果我們用第二代8X的機身 是要34秒才可以調整的 但是這個最新的5X的機身 3秒就完成了 因為現在的新錶 那個時、分和秒針都可以獨立地轉動 如果你選擇不用衛星定位的話 這隻錶的精進度都可以達到每個月 正負不超過15秒 其他功能就包括了兩地時間顯示 因為它有個中央錶盤 加上6時位置有個副錶盤 上面可以分別顯示你的家鄉時間 以及你的當地時間 可以快速互換 另外還有一個就真的錶盤 就是顯示24小時 讓你可以知道第二時區 當時究竟是早上還是晚上 3點鐘位置的錶盤 顯示了星期 而4點鐘和5點鐘中間 顯示了日期 至於9點位置的小錶盤 上面我們可以看到動力的儲備 同時因為這隻碗錶可以接收衛星的訊號 所以當你搭飛機的時候 應該要設定在飛行模式 它在上面也可以讓你看到飛行模式的顯示 以及你的衛星接收狀態 也可以看到 這隻錶是一個萬年齡 可以到達2100年的2月底 你都不用做任何的調教 它會很準確的了 這個外表圈就有一個UTC 正1到正14 或者-1到-12的時區黑度 方便我們去調教時區 可以看得清楚 指針和時標上面 都有一種Lumibright的夜光套層 它是藍色的 所以在暗黑的環境下 它就會發出一些藍光 這個最新的5X53機芯系列 是有兩個版本的新標 我手上那隻是限量版的 Morning Star 神空的錶面 它是一個深藍色的錶面 加上一點一點的星光 就好像太陽出來之前的星空 配合金色小錶盤的外圈 和金色的指針 還有黑色的太合金的錶殼和錶鏈 整個組合是比較矜貴的 全球限量1200隻 另一款是我的最愛 淺灰色的錶面 配合深灰色的小錶盤 我覺得是一個紅貓面的配搭 加上黑色的外圈 很好的反差立體感 這隻錶是不限量的 精工這兩款衛星定位的太陽能碗錶 是針對那些經常去旅行 又或者經常要公幹 同時要很重視精準度的朋友 它也代表了目前最尖端的科技 提供了方便 配戴舒適 還有運動感都不錯 不知道你對這兩款碗錶有什麼看法呢 在留言區告訴我們 這個星期的影片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